作词在为止 哈喽大家好 我是Anna 梁志联盟的负责人 大家好我是Tithian 是旧街媒体的负责人 我们是今次旺角银城 隐世市集的主办单位 第一次我们自个品牌 去参与市集就是作为当主 那次是2020年初的新年 2020年初政府搞的年宵沒有了 大家就想辦法香港人 究竟香港人有什麼可以自己去做 我就機緣巧合地找到一個地方 參與了那次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那次是第一次好像很有香港人的感覺 全部都是本地品牌 他們買東西買得很開心 而擺檔那些是看到大家會互相幫助 於是就去想有沒有可能搞到這些市集呢 我們作為搞手 其實我們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去到 因為有些可能比較大型的商場 我們可能申請想在那裏搞市集 其實可能就有些困難 可能我們的條件不符合 可能他們有很多篩選的原因 就算我們簽了租約 都可以在我們活動之前一個星期 那業主的代表就回覆說 我們現在不租給你們了 所以去到這次我們成功可以去到開張 是真的走了一條很遠的路才來到這裏 因為我們的市集跟其他市集的其中一個不同 就是來到你真的不一定要買東西 其實你來到這裏你會發現 還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去走 所以我們這次又做了一個叫做漂流樹洞 他們這次會有些記錄紙 可以給大家寫下大家自己的心事或者近況 這些是以往市集未必會有的東西 其實過往都有其他不同的市集搞手 可能基於很多不同的原因 一個是一個就已經沒有做下去了 我不知道市集對於大家來說 是有沒有什麼意義 但至少在我和Anna的心目中 這個市集我們堅持走下去是因為 我們見到可能香港社會上有很多空間 都是逐漸被收窄 我們這個僅存的空間可以包容到 不同類別的人士的檔主 可能有些檔主根本沒有辦法 在其他的場地去擺檔 我們至少在這個地方是可以 所以我們很希望這個空間可以一路一路地存在下去 很希望我和Anna一路堅持的同時 你們依然會在這裡 還有月餅 今年我們月餅包裝的主題 其實想表達平衡時空 今年很多電影上映都在說這個主題 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個時空 甚至很多個平衡時空的話 香港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自己面臨的東西會不會有不同的地方 是會更差 是會更好 其實我們今年第二年做月餅 今年為什麼這麼想繼續做呢 因為去年曾經發生過一些小故事 話說有一天有個年輕人來到我們的市集 他說他想試月餅 讓他試試 試完他就說我想買一盒 然後我就說 今個星期未有現貨 不如你下星期才來吧 他就回答我 下星期我應該來不了 我就說 那你不如你再下星期來吧 他的回應是 下星期我可能在裡面 我未必來賣 所以都很希望 不知道我們月餅可以做多少年 很希望有一年 你可以再次吃到我們做的月餅 我也很想多謝一直以來 很支持我們的同路人 每次知道我們有事集就會來 探望我們 甚至有些買了食物給我們吃 我們真的很珍惜這個空間 我們也真的很感謝 有一班一直以來很信任我們的當主 由我們第一次搞事集開始 就一直參加 到現在都依然會參加 這個空間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去維繫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們會聽到我們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